这个男人喝得烂醉如泥 却不知可怜的女友就在自己身旁被侵犯了 女友绝望地举起明晃晃的刀子 想结束这个懦弱男友的生命 故事回到两人刚认识的时候 龚本是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 却一直暗恋着女神镜子 这天两人在雨天外出采购 蹦蹦跳跳回到家中 他们做着饭聊着天 生活悠闲且美好 然而这份平静却被忽然的敲门声打破了 镜子一反常态表现得很慌张 原来是她的前男友找到这里 镜子烦恼地应对着 前男友竟从窗户一跃而进 本以为龚本会保护自己 不料一旁的窝囊男人连动都不敢动 对于前男友的到访 镜子本已十分愤怒 可现在龚本的退缩更让镜子难过 前男友出轨承认 镜子早已对他伤心头顶 无奈的是 前男友并不放过镜子 总是不停地骚扰他 为了甩掉前男友余儿 他撒谎 自己已是龚本的女人了 男人就是这样的双标 可以接受自己出柜 却不能接受女人出柜 他一拳将镜子打倒 此刻诺儿的龚本终于像个爷们 鱼儿甩门而出 独留伤心的镜子和不知所措的龚本 镜子静静蜷缩在房间一角 泪水忍不住涌出 一旁被打翻的鱼缸里跳出的鱼 失去了生命 却没人发现 在这暧昧时刻 龚本终于第一次鼓足勇气 两人顺理成章地发生了关系 所有的抱怨和难过都融化在了一个吻中 等他们第二天醒来才发现死去的鱼儿 他们决定为鱼儿举行葬礼 小小的洞穴里摆放着可爱的笑话 这其中埋葬的不只是死去的鱼儿 还有曾经迷茫的镜子 一件小小的事将两人的关系拉得愈发亲近 龚本更是暗下决心要好好对待镜子 不辜负对方的一番好意 这似乎就是幸与不幸的平衡 幸运的是镜子和龚本关系的拉近 不幸的是死于意外的可怜小生命 两人陷入了更深的爱情 他们会像年轻人一样在大街上旁若无人的接吻 追逐打闹 放肆地享受着青春的美好 龚本和镜子开心地约会 镜子奔向龚本 却不料这是一场多人的约会 原来是龚本要和自己的上司一起吃饭 迟到的镜子被龚本上司大声斥责 可胆怯的龚本却不敢为自己的未婚妻辩解 只能任由他人欺负 而镜子也不愿让男友为难 只好一遍遍道歉 作为一个男人 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嘲笑自己的身材不够男人 尤其是瘦弱的龚本 为证明自己够男人 龚本抱着酒瓶猛罐 结果一瓶还没喝完 就已经不省人事了 同事们的种种乌眼惚语都向镜子扎来 喝醉的龚本根本没办法保护自己的女朋友 甚至还得靠被别人送回去 同事的儿子 高大的托马将龚本和镜子送回家 路上三人相谈甚欢 却不料到家后 托马起了贼心 他一把抱住镜子 镜子满是拒绝与反抗 他大声呼喊着龚本 可龚本却烂醉如泥 醒不过来 可怜的镜子就这样 被庞大的托马死死压在身下 泪流满面的镜子满身狼藉 既无助又伤心 弱小的身影在灯光的拉锯下 显得更加渺小而可怜 他爬向身边熟睡的共奔 却显得更加无助 随后 他拿起手边的砍刀 愤怒地冲向门外 想要去找托马复仇 却发现托马早已消失了身影 镜子只能在悠长昏暗的路灯下 独自咆哮 等他返回看着熟睡的男友 内心竟生起一股邪念 杀掉他 比起侵犯的行为 男友的熟睡无动于衷 更让他伤心欲绝 第二天 对昨日一无所知的公本 如常地寻找镜子 此时 冷漠的镜子已经心死 他不愿在信任眼前这个男人 公本十分疑惑 直到可怜的镜子用尽全身力气 颤抖地说出被侵犯的事情 公本听完后 青筋抱起双眼冒火 但此刻公本却只能无助地道歉 曾发过要保护镜子的誓言 显得格外可笑 他本想抱住发狂的镜子 却不料只是触动了敏感神经 镜子愤恨自己的无力 正是由于弱小 才让自己被强大的男人欺负 此刻的公本 就像是用蛮力对他的托马 引起了镜子内心的强烈不适 他大声呼喊着停止 公本看着发狂的镜子 内心白感交集 他发誓 一定要亲手解决托马 公本知道自己瘦小 根本不是托马的对手 于是吃饭都开始捧着饭锅 托马的行为 不仅让一个女人受到深深的伤害 还将一个男人的尊严踩在脚下 没想到无心插流柳承音 在橄榄球场的比赛中 公本看到了托马 一场厮杀即将拉开帷幕 公本柔肉无力 只是办公室的一名普通文员 而托马却是身材魁梧的 专业橄榄球运动员 可尽管双风实力悬殊 公本依旧没有放弃 他恶狠狠地 在球场上看着托马 但人高马大的托马 并没有把矮小的公本放在眼里 受了伤的公本 连门牙都掉了 尽管满身险血 却依旧不能阻止 他取胜的决心 他决定要不断提升自己 弱小的公本 勤家苦连 甚至在路上都偷偷打悬 以此来提升自我 为给女友报仇 他什么都愿意做 在医院检查的镜子 意外得知自己怀孕的消息 内心满是煎熬 他不知道 这个孩子是公本的 还是前男友的 更雪上加霜的是 他收到了公本的信 信上 公本的本意是短暂离开 想锻炼自己 等有了足够实力 就去教训托马 但却被镜子误以为是分手心 无助感在镜子心底 油染而生 黑暗里 他只能一个人 在不知何处是光的世界里 独自哭泣 镜子一个人在家 前男友月二却不期而至 这个曾经让他痛苦的男人 此刻却是唯一安慰 支撑他的人 女人在脆弱的时候 往往一点关怀 就能让他感动不已 然而这个男人 却是利用这件事 向公本索要了40万日元 月二将镜子怀孕的消息 告诉了公本 讽刺他一点都不够男人 被激怒的公本 一脚重重 踢在对方当下 月二当场就口吐白摸 晕了过去 然而公本却欣喜若狂 他以为自己掌握了武功秘籍 可以打败人高马大的托马了 他向着镜子公司跑去 在众目睽睽下 向镜子求婚 本以为女友会开心地答应自己 却不料 这一切都是自己一厢情愿 镜子毁绝了公本 失魂落魄的他 像失败的公鸡一样 走出公司 无助地咆哮 他终于下定决心 必须要与托马决一死战 两人在托马家门口 开始了一场大战 本以为掌握武功秘籍的公本 会实力大增 却不料依然被重重 打在栏杆上 托马用恶语侮辱着公本 可兔子被逼急了 也会咬人 被欺辱不堪的公本 终于用尽全力 趁其不备 将托马重重一击 尝到甜头的公本 顾忌重拾 最后将托马一招拿下 尽管公本一身鲜血 但他终于克服了内心的恐惧 打败坏人 守护了正义 公本拖着受伤的托马 来到静子身边 他用暴力让托马向静子道歉 看着眼前伤痕累累的公本 静子被感动了 他觉得这个瘦小的男人 终于能够保护他们母子了 最终他接受了公本的爱 画面一转 公本带着女友静子回到家 慈爱的父母认真地招待静子 众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氛围里 唯独公本愁容满面 公本的一句话打破了众人的平衡 父母脸上都涌动出了止不住的欢乐 公本的母亲开始向静子讲述 公本小时候的糗事 众人都陷入和谐的气氛里 忽然 静子起身呕吐 打破了这一刻的宁静 怀孕的消息顿时让全家炸了锅 母亲向公本询问 静子怀孕的事情 可她却一反常态 满脸都是愤怒和不耐烦 提亲 订婚 结婚 两人开始为婚礼筹备 公本甚至连静家长的台词 都在用心准备 走在长长的路上 他们幸运而美好 生活开始步入正轨 在静子家人面前 公本认真表明着自己的决心 终于得到了静子家人的同意 下着暴雨的海边 是静子心中最美的风景 她带公本一起来看风景 两人重拾了当初的浪漫 选择了守护彼此 他们依偎在静子隆起的父亲 静子慈爱地向公本讲述自己的感受 公本也静静地聆听着 在静子即将临盆时 公本终于第一次感到危机的妻子身边 在对方最需要自己时陪伴着她 新鲜 生猛 强悍 充满一种几乎要喷博而出的生命力 似乎都不足以形容这部影片 爱情是一件令人心动的事 只有对的人才能让人安心 在相爱过程中 我们都有懦弱的时候 然而克服懦弱 也许就能收获我们想要的爱情 另外 公本在片中的表现也值得反思 尽管她曾是一个胆小懦弱的人 但在守护爱人的过程中 她愿意努力承担自己的责任 大胆想比自己强大的人宣战 也许她的力量是薄弱的 但她为了爱情 愿意不断磨练自己的精神 却是值得学习的 最后 她终于长大且强大 能够保护身边的人 希望我们也都能在爱情里不断长大 最终变成那个能够强大到守护对方的人 好了 下午今天就得不到这儿啦 亲爱的们 喜欢小电影得不到的 请点赞转发关注哦 么么哒 下期见咯